高雄市政府估计重建的经费至少要19亿元 但是又传出市政府只用一页公文 就要求中央政府拨款补助 而高雄市副市长刘士芳今天特别提出澄清 他说公文都有附件 并不是只有一张A4的纸 而行政院发言人孙力群今天说 已经含护高雄市政府同意全力支持重建经费 他也转述行政院长江仪化的指示 表示绝对不会让高雄没有钱重建 高雄期报后的重建之路开始要进行 但预估经费就要19亿 高雄市府担心只剩5亿的灾害准备金不够用 还请中央协助 却传出竟然只用一页公文就要中央拨款补助 高雄市副市长刘士芳提出澄清 是这样的 请看附件 我们附件都有写得非常清楚 包括道路要多长 那每一段道路所需要的经费是多少 在第二页第三页的附件都有 刘士芳七号参加行政院会再度向中央请求 伸出援手 行政院发言人孙力群表示 行政院长江仪化已经指示 全力支持高雄救灾 站在分摊的立场上 绝不会让高雄没钱重建 院长其实也再度重申 就是一定是依照这个灾访法 四十三四十五条 所有这些规定 请高雄市不要担心 不会让他没有钱 做这个灾后重建 不过主计单位也估算高雄市府所谓 已经动用预算都只是开口合约 只欠了约却没有付款 目前的救灾经费还有十七亿元可以动支 至于庞大的代付求偿金额 中央有没有可能提供协助 孙力群表示目前并没有讨论 记者王崎如歇齐文 陈保罗台北报道 我们 Yingli便 MODE 这个参考 若让他愈 الذ得